Penguin 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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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Penguin謙恩 今天呢 我要訪問一個特別的人物 是一個我非常崇拜的 馬來西亞第一名摩 Amber Chan Pengi 你好 總先謝謝你來訪問我 也謝謝你崇拜我 我也很崇拜她的年輕 真的 不要這樣講 就是你其實也經歷過我的年紀 因為我知道說 你在很年輕的時候呢 就已經出道當模特兒了 對 她剛剛跟我說就是呢 她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看到我 所以齁 我覺得有一點老 今天被她訪問 她是心態啊 年輕 對 她心態非常年輕 因為剛剛在訪問之前 我們就有聊了很多事情 然後我真的覺得 有一種很崇拜就是 我今天終於見到偶像那個 那種激動的感覺 其實雖然我表面上就是很冷靜 內心的那種 普通普通普通的那個心跳在 好 那首先謝謝你喔 其實說年輕 那大概出道已經有大概十八年了 十七八年了 今年就算是十八年 時間過得很快 對 眨眼間 我的年齡已經是三十多歲了 沒關係 你看 還是看不出來 你還是感覺很年輕 好 幸好這個圈子齁是 年齡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你下多少歲 所以我還可以在這個圈子的話 對 在這個圈子會 話說你餓了嗎 蛤? 你餓了嗎 其實我 我有一點點 我在等眼睛我吃飯 好 今天呢我們就來到這個 Amber Sand的這個餐廳呢 就是除了要跟Amber呢 就是多多聊天之外 當然就是我也要請她吃飯啦 因為能夠請我們的這個 得請我的偶像吃飯 是我的一個榮幸啦 可以這樣子講 被她真的說誇獎了 好香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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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哇 這好特別餒 對 沒有錯 哇 你看那個蛋 哇哇 來 好啦 通常是 沒有 你先吃 因為你是客人 對 你是客人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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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起來就是 它下面是那個 好像是那個麵包 我覺得外面都好像吃不到 這樣子的一個 對 這是披薩應該是齁 都應該沒有吧 因為特別 非常特別 類似像披薩 可是它又不完全是披薩的概念 對 這太好吃了 真的 這是什麼 這是Amsbuka 所以是我們的Part of the Breakfast Menu 基本上它是像一個Open Sandwich 可是In the Breakfast Form 我們用了自己做的Mini Spray 塗上一層薄薄的巴黎式的一個辣椒醬 它是很中香滿味的 一點點辣 然後Salad跟雞蛋 所以基本上相對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light跟健康的一個早餐 哇 所以我們吃完這個 就一定要吃這個 吃個 對 我覺得很棒耶 非常特別 很有誠意 對 你非常有創意 謝謝 謝謝你Steven 我會再回來 然後我們先繼續吃 那我現在繼續 我要試下自己一個 讓老闆說這個很好吃 對不起我們其實 不是一個吃的節目 但是我們搞到 還有點濕 對 繼續談吧 對 太神奇了 為什麼你那麼愛吃的是 還是那麼瘦 你有什麼保養的秘訣啊 那其實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我會吃啦 當然當然 我們每個人 我覺得營養 每一個食物都有不同的營養 都要平均 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早餐午餐 我都是滿隨性的 就是吃什麼就吃什麼 每一次都是不一樣的 我就沒有怎樣去顧 但是晚餐的話呢 我就會比較注意 就是可能吃少一點澱粉 因為通常接近晚餐 我們就睡覺 對 然後我們其實那個澱粉是 會比較能消化 我就是聽說澱粉會讓人發胖 所以我在這個新年的時候 因為吃了很多的那個飯 我覺得我肚子現在脹得 好像那個氣球一樣 我覺得過完年之後 大多數的人都應該會發胖一點 這是正常的 然後 在發胖完了之後呢 再減肥 所以這個時候一些瘦身中心啊 都特別好賺 對 你們現在在鏡頭上看到我胖呢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剛過完年 對 所以也是正常的 你們也是跟我一樣胖記得 所以不要嫌棄我 沒有 那我覺得呢 吃是 當然是一定要是人生 對 的一個享受 只不過我覺得 我自己減肥的方式就是呢 我其實早餐午餐我都是一樣 那晚餐的話 我盡量撒吃澱粉 那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情 上完洗手間刷牙之後呢 我就會在我的那個 那個 檢查重量那邊check一下 那如果是重了一點的話 我今天就可能會吃少一點 那輕了的話 我就會吃多一點 這是我的秘訣 就是在這十八年裡面 的重量都沒有什麼改變 現在你們知道了 把明膜當的不容易 你看明膜就真的 吃也要管理 身體也要管理 健康狀態 你看 多麼的辛苦 你唯一當明膜那麼容易嗎 沒有沒有 來你先試試看這個 先讓你試試看這個 好 對 不然你應該是等我 對了我要說一下 其實我在我二十歲的時候 十九二十歲的時候 我發判過一次 那時候我就沒有一個習慣 就是檢查我的重量 然後那時候我大概判了六到七個公斤 可是對普通人來說 我會覺得六七個公斤罷了 對 可是對你一個摩托來說 六七個公斤罷了 對 算是蠻多了 非常嚴重 誒老闆你這是什麼 換一把啊 嗯 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叫做Cacao Ribs 所以很特別的一個菜 我們用了巧克力粉 跟巧克力醬 來做它的醬 我還是第一次 吃巧克力的那個 巧克力 對 基本上你會覺得它很 它很怪 可是它是有點像 咕嚕有酸酸甜甜這樣子 是很開胃的 所以我們上面放了一點 pickle cauliflower 因為你吃都會膩 吃你的pickle 它會 refresh你的 palate 跟你可以偏埋一點那個 另外一個pickle一起吃 好 沒有 我真的要學一下 對 我減肥的那個過程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對 然後其實就是在 我差不多是九歲的時候 我爸拍了一次 然後我去一個秀 我們記得是一個 馬來西亞很著名的 一個世紀師秀 那 世紀師秀 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們就要去 試衣服 然後我好像每一件衣服都穿不進 那 那個世紀師就說 你要回去 你要回家 他就把你趕走 那當然 你穿不進去衣服 怎樣做秀 然後那個時候 當然十九歲的我 脆弱的心態 就哭了嗎 然後我就上車就哭了 然後就很傷心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因為那個教訓之後呢 我都不敢再發判了 一直到現在 在這十多年裡面 我都沒有發判過 對 重量都是保持在那邊 對 我當我開始知道你的存在的時候 你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漂亮 然後都是很苗條的那個形象 對啊 因為不准再發判 而且在這個圈子 尤其在娛樂圈子 模特兒圈子 模特兒圈子 很嚴重 那重量肥胖是 something no no 所以很多人覺得我們工作很容易 其實也不是的 對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保持身材啊 保持皮膚啊 然後當然也要穿著啊 品味管理 品味管理 對 對 然後就講回一些歷史啦 其實我是在十八年前出道 那個時候我其實是來自沙巴州讀屋的一個 我的其實背景是蠻複雜的 因為我是在Toro Anson出生 然後我在世根莊 Skin John 大概到我七八歲的時候 我就去了沙巴州讀屋 然後一直到我十七歲的時候 我才來自榮波的 那我小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模特兒的時候 我也不懂是模特兒啦 就我就很羨慕在電視面前的一些女生啊 她們在做秀啊 很雜誌上的那種 會雜誌上的美女啊 我有一個夢想 就希望長大以後會想她們怎麼漂亮 那個時候只有八九歲 你已經完成了 你已經完成了 因為你讓我好羨慕 那時候就很希望長大以後會像她們這樣子 然後 我還記得有幾次的經驗就是偷媽媽的一些口紅啊 不知道你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我有 然後直角油啊 查去學校 然後老師說你查孔來學校 沒有 趕快遮 趕快遮 然後就很曖昧 然後一直到我這個百日夢 一直發了大概很多年到我十七歲的時候 那在那個時候我就很想很想 踏入摩托的圈子 可是在沙巴州讀屋因為是個小鎮 所以她就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就一直都在有尋查這樣子的資訊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 因為網絡還沒有這麼發展 對 那時候網絡不發達 對 那時候網絡不發達 然後我就是看報紙啊 然後有些報紙啊 就是有的趁在一些摩托的啊 摩托比賽那種 然後製造片過去啊 然後我就很榮幸因為幾次都有被登大康 然後我就夢想就越來越大了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還在菜市場幫我爸爸就是賣魚 賣魚 然後還在就是在辦公讀 然後到我 然後因為我的那個教育不高 那個時候因為家裡的那個經濟環境的關係 所以我到FORM2我就沒有讀書 然後就負擔工作到我17歲的時候 然後就存了一筆錢然後就來吉隆坡這樣子 然後剛剛來吉隆坡的時候人生入不熟嘛 那個時候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的教育 我的那個學問啊教育不是很高 然後這邊都是說英語跟廣東話的 那時候我唯一會的語言就是中文 對 然後就慢慢從那邊開始 然後其實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用了好久的時間才正式他進這個行業 我大概用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在那一年裡面我是怎麼樣生存的呢 我是有時候記一些 Promotor Girl啊 Promotion啊 Ambra Girl啊 Ashura啊 就是服務員這樣子的工作 然後慢慢的就開始做秀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順利這條路 然後在還沒有拿到那個Guess的獎賺之前 我也有參加過很多不同的選美跟摸車選發賽 但是很多都沒被拿到應該有十多個吧 看不出來啊 你這樣子的 你這樣子都已經拿不上海 沒有人要羨慕 然後可能那個時候其實 一就是我不會打扮啊 然後第二就是可能我自己的毛布啊 Posing啊自信啊也不夠 因為我覺得女生齁 當你懂得自己養東西的時候 你懂得愛美 你懂得怎樣去讓自己變得更加漂亮的時候 愛美 你就自然會發光發亮 這樣子 對 就像我一樣人愛又怎麼樣 還是這麼漂亮喔Penging 對 沒關係我自己用光來照耀我自己 It's okay 沒有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會影響到一個女生的外表 就累在跟外表 你走出來的感覺也不一樣 都會有自信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來的時候我也去過很多不同的面試 大概有二三十個 都沒有人選我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面試 好辛苦喔 沒有我第一次面試的時候很好笑 因為我不懂摸車其實要穿高跟鞋 要穿什麼衣服去面試 那我就穿著一個拖鞋一個牛仔褲跟 因為賣魚 我在斗屋市場上賣魚 我根本不懂什麼是fashion 什麼是食材 那我就穿著一個拖鞋 然後就完全沒化妝 一件T恤一個牛仔褲這樣子去 去到那邊當然不會被選中啦 然後再加上人家會覺得 這女生是要當waterhouse 要當工作人員 怎麼來到這邊 完全什麼都沒有 走夜市來走夜市的 然後第二次的話 我就看到其他女生怎麼樣穿 慢慢慢慢的進步 然後當然第二次去就穿高跟鞋 然後第三次去就開始有畫一點妝 畫錯妝 第四次去就畫對一點的妝 我是以那個經驗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累積 就從錯誤中學習啦 對 才完成正正的一個 當我開始會走毛布啊 會posing的時候 那已經是二三十個casting之後的 然後其實我第一場的時候 是在我十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夢想其實就很像是完成了 因為我一直想在舞台上 那個感覺真的是很難忘 到現在我還記得 我記得是Bookeep and Down的一個 很大型的一個秀 那時候他需要很多模特 大概一百個模特 那他就會給一些很多 新的模特一些經驗啊 那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去面試的 然後我還記得我第一場秀 我就真的交完了我所有的朋友 來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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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舞台了快 我終於達成了我的夢想 在十一年以後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就 然後就蠻順利的 在這個 摩托圈子走了大概四五年 在這四五年裡面 我有參加很多選美 或者很多摩托選法賽 都沒有被拿到 可是幸好我沒有放棄 然後一直到那個 GAS的那個比賽的時候 我就也去參加 然後我相信就是 Never try never know No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如果我去爭取這個機會的話 就算是一個巴仙 或者0.1巴仙 它也是一個機會 但是如果我不去嘗試的話 完全就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每一次 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都會去嘗試 那我也在這個 GAS的比賽的時候 告訴了一些自己 或者告訴很多身邊的朋友 就是 never try never know 然後有時候 就是天使地理人 可能那個時候我真的這麼幸運 然後就在馬來西亞 一直到亞洲 一直到國際上 然後拿了這個大獎 然後其實在GAS之後 也把我打開了很多工作的機會 不只是在馬來西亞 也在國際上 國外也有 然後也開始了 Ember Chow 這個 對 這個品牌 對 你已經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品牌了 而且據我所知啊 就是你在參 其實我比較好奇 就是你參加比賽的時候啊 它是從馬來西亞開始比 然後再比到去亞洲嗎 它是從馬來西亞 然後馬來西亞選了十個 然後就到 South East Asia 然後一直到 東南亞 然後才到亞洲 亞洲之後才到國全球 那你很厲害 真是過關斬將耶 你到底打敗了多少千個人 沒有我其實真的很幸運 而且那個時候我記得 是一個蠻大的比賽 是63個國家 那馬來西亞球 馬來西亞終於 YES 在國際紀錄上打破了這個 謝謝你為我們爭光 沒有我覺得真的是 有時候是天使地利人和 如果那個時候我放棄的話 我沒有去參加的話 那可能我也不會拿到這個獎 然後我還記得我去參加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你馬來西亞都還沒拿到 你怎樣去國際上拿獎呢 那我就是跟他們說 我只是想去嘗試 對 然後我覺得沒有嘗試過 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也證明了 給自己或者給很多人看 就是很多事情 你不要給你自己一個答案 你真的要去嘗試 至少你有一個答案給自己 就算我當初失敗也沒關係 至少我有個答案 至少我很大方 我很勇敢的 就是去嘗試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現在其實想回頭 我時常跟一些 比較年輕的少女或者是男生說 你們有什麼事情要做 你們還年輕就去嘗試 如果當初17年前18年前 我沒有從抖無出來的話 可能今天我還在那邊賣魚 我還在問自己 我是否可以達成我模特兒的夢想 所以我覺得 在年輕的時候 你們去嘗試 你們所有想做的事情 怎麼樣都要去勇敢踏出那裡 對 80歲以後你問回自己 你至少有個答案 可不可以也是一個答案 對 就算是我跌倒了 我爬起來 我流血頭破血 流到一個不行 至少我不後悔 對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再加上那個經驗是 有錢賣不到的 對 對 我真的覺得很八卦 我有點八卦一點 就是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我通常 我不是看那種 就是那種 模特兒選拔賽的比賽 就是電視上的那個 所以看到裡面的模特兒 他們真的逆死我活 可是其實真正的 在模特兒裡面 的那個情況 當時你比賽 你會有這樣子的情況嗎 滿什麼的啊 他們的 就是那個 你真我多的情況 就是有一點耍心機 這樣子的 其實 而且是那麼多女生 我很好奇 我當初蠻幸運的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是沒有那個 真人秀嘛 然後就蠻幸運的 然後第二是 我覺得在什麼行業 都會有競爭 可是我覺得 有一些是為了電視節目 就是拍出來的那個效果 但是如果你問我有沒有 我覺得每一個行業 都會有競爭 沒有競爭的行業 就是做不起的行業 也對耶 然後我覺得 那個競爭就是 給你的那個進步空間 讓自己變得更加好 做得更加好 對 沒有錯 你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一個可以 也算是一個提煉自己的 那個心靈的那個方法 對啊 因為有競爭 耐力 對對對 而且有競爭我們才會去加油 才會去進步 才會去用更多的時間去思考 怎樣讓自己可以變得更好 做得更好這樣子 真的是 突然這樣子 被你講得過 我覺得有安慰到我受傷的心靈 對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在工作上 還是多多少少都會遇到一些 就是是非啊 還是什麼這樣子的 但是通過你這樣子講 就讓我覺得 喔好 對 我應該要好好的去訓練一下 自己的EQ 讓自己就是 昇華到另外一種程度這樣子 其實有是非是好的啊 有是非證明 你有新聞價值啊 有人開始講你啊 也對耶 如果你說什麼也沒有 什麼人都不講你的話 證明你們有一個新聞價值 講我吧 你們來講我吧 來講我胖吧 無所謂 這我覺得 不是一個很負面的東西 對 我覺得很多事情呢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把它 變成兩個不同的想法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負面 當然負面那邊就是盡量不要 因為我覺得人 其實的思考是很powerful的 很強的思考 好像今天早上如果我睡醒 我覺得我今天不舒服 可能今天我整個感覺就不舒服了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早上起來 我早上起來 我每天都跟自己說 OK的今天將會是一個 another good day 再有一個更好的一天 謝謝你教我這一招 所以我就會覺得 今天的心情都會特別好 然後再加上有時候 我遇到挫折啊 是非的時候 我都會在想 那人家不講我的話 我會更擔心 因為證明 人家沒有人要理你了 你已經過時了 我沒有讓人家覺得 對 就是有一個話題性在 非常的懂 我會做一次 我會做一次的 我會做一次的